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电子于10月上旬在西谷举行了科技日活动 正式公布了Exynos 2400行动SoC晶片 2024年将搭载于Galaxy S24系列手机 由于自研处理器Exynos的良率问题 三星在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Galaxy S23系列中 使用了高通笑容晶片 日前有消息称,三星2024年年初上市的Galaxy S24系列手机 将重回双处理器策略 其中,Galaxy S24及S24 Plus搭载三星新一代处理器Exynos 2400 主要销往韩国与欧洲市场 北美销售的机型则使用高通骁龙8Gen3 for Galaxy处理器 两者均以三星代工厂4nm制程打造 不过,高阶系列Galaxy S24 Ultra将仅使用骁龙Gen3出产入 与销售地区无关 报道称,Exynos的使用使三星手机业务部门MX Business能够更好的控制成本 并有能力与高通协商更优惠的价格 Exynos的使用还可帮助三星系统 LSI和三星代工在各自的市场上发挥作用 尽管他们在这些市场上并不是领导者 高通、英特尔等美国晶片巨头以及联发科在逻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而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代工晶片生产商 其实早在三星2022年推出的Galaxy S22系列 就有Exynos 2200与高通骁龙8Gen一两种晶片规格 75%的机型采用高通骁龙晶片 Exynos 2200则用于销网部分欧洲市场的机型 三星的老对手苹果 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开发其内部5G数据机晶片 即使以10亿美元收购英特尔的业务后也进展缓慢 苹果别无选择 只能将与高通的合作伙伴关系再延长三年 但三星也有可能曾经加入其中 遗憾的是 有关双方交易的谈判从未越过某个阶段 一份报告称三星遇到了供应问题 苹果工程师和经理现在已经意识到 开发内部5G数据机晶片与设计手机 或笔记本电脑晶片不同 因为其中涉及大量复杂性 据报道 早在2019年 苹果就陷入了与高通的谈判问题 因此苹果转向三星来达成交易 但在当时 三星无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因为它无法制造足够的5G数据机晶片 会谈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 最终 苹果被逼到墙角 不得不继续与高通合作 同时还将向5G数据机晶片制造商支付高额溢价 苹果不再使用三星代工厂 大规模生产晶片已经很多年 因为台积电的过去和当前一代工艺 多年来都表现出优越性 三星制造的5G数据机晶片可能存在于旧款iPhone机型中 不仅速度比高通产品慢 而且能效也较低 从而导致电池续航时间更差 即使是苹果早期的内部5G数据机晶片速度也很慢且容易过热 这些数据机晶片还必须符合全球严格的连接规定 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条件和标准 由于存在如此多的变量 当让数据机晶片消耗更少的功率 并以最佳方式运行时 通常会遇到优化问题 苹果最早可能会在2025年 推出首款5G数据机晶片 但三星不太可能再次找到合作的机会 当然 往事虽然尘封 但三星近期在人工智慧晶片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合作 将为吴京元IC设计公司使用前沿的4nm制程代工晶片 三星电子总裁Tark Youngin表示 生成是人工智慧已成为今年最大的趋势 这需要最强大的基础技术来处理数据 并实现可用的AI 三星正在主动为生成是人工智慧新时代 突平道路 目前 虽然台积电主导全球AI晶片制造 但三星晶圆代工厂 近期频频获得了韩国 加拿大和美国的 AI晶片初创公司订单 专注于研发AI晶片的韩国 Fibos公司 Rebellion 于10月上旬表示 该公司将在今年年底前 与三星联合开发一款新的人工智慧晶片 Rebel 双方合作目的是尽快在快速发展的AI市场抢占先机 两家公司联手开发的晶片将采用4奈米制成工艺 并封装最先进的HBM3E高频宽记忆体晶片 10月初 加拿大公司Tens Torrent宣布 其下一代人工智慧晶片将由三星位于美国的代工厂生产 该公司创始人Jim Keller是晶片行业的致命元老 此前曾在AMD苹果公司工作 Keller表示 三星晶圆代工厂致力于推动半导体技术的发展 这与我们他行动RiskV和人工智慧发展的愿景不谋而合 2023年8月 由前谷歌工程师创办的美国人工智慧解决方案公司Glock 同样选择三星作为其人工智慧加速晶片的代工商 该公司CEO表示 与三星的合作能够使得公司可以利用最先进半导体技术 继续实现飞跃 另外 在先进制程方面 近日有外媒称 三星和台积电尚未看到各自三奈米技术的良率提高 尽管台积电已经吸引了长期客户苹果 并且未来的SOC据称将在更新的N3E工艺上进行量产 但三星的三奈米GAA节点尚未启动 有报道称 如果良率没有攀升至70% 高通不会下订单 三星已向中国客户交付了第一批三奈米GAA 但新的报道称 这些晶片的真实形式并不完整 缺乏逻辑晶片中的Slam 据说完整的三奈米GAA晶圆很难生产 因此据说三星代工厂的良率只有50% 与台积电相同 虽然三奈米GAA又与FinFET 但它也存在生产问题 一位熟悉三星计划的官员表示 按照三星目前50%的良率 以及改善速度 除非达到70%的良率 否则将很难获得高通等客户 如果产量仍然很低 即使是三星自己的 为各种应用设计晶片和数据机 LSI部门也可能不会接受订单 据悉像高通这样的公司 必须为这批晶圆支付全价 包括有缺陷的晶圆 如果在50%的良率下 十片晶圆中只有五片被认为可用 而高通将被迫支付所有十片晶圆的费用 从而别无选择 只能提高销龙晶片的价格 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将会对其手机合作伙伴和消费者产生财务影响 如果高通继续发现 三星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的条件 那么其 晶龙8 Gen4很可能会采用台积电的N3E工艺进行量产 从而导致三星再次遭受损失 这么看来 台积电三奈米未来还会稳赢下去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